煎 煮 炒 炸 每年重阳节 屏東牡丹香在地知名饭店 都会号召全台的益厨 为牡丹香六村部落长者 摆设重阳爱心饗宴 针对长者的健康 设计丰富多元的热灵美食 比较热灵饮食的一些概念 比方讲做了质地的分食 质地的分级 质地的饮食 来设计餐点 比方讲我有用木瓜丁搭成前菜 让长辈们 母母们 牙口比较不好的 那可以比较好咀嚼 木瓜也有很棒的酵素 帮助消化 这群艺厨为表达对年长者的 关爱与尊敬 运用各自上场的烹饪技术 结合在地食材 讲求自然原始的风味 让每到三点兼顾健康 美味与创意 让长者吃到他们的用心 一定用我们自己当地的食材来呈现 希望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 跟一些其佬 老人家 吃到我们自己的原来的食材 是怎么去应用 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 去认识我们自己的美食文化 他们各自尝尽所 和这些疾劳来享用 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第六年 不过持续不断地为我们 和福利 大家 牡丹重阳爱心饗宴 今年迈入第六年 即使之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一出门也为长者精心制作热灵餐盒 就是希望每年的重阳佳节 长者们都能感受各方温暖的爱心 免许我们巴浪 屏冻牡丹 层不倒